在站桩中呢,要学会松腰落胯 那么首先要弄明白 贵区与区区的一个区别 大家好,我是太极飞飞 比如我们在站混眼桩的时候 这时候呢,要做到松腰落胯 区区 如果你是贵区的话 是这样 走的是什么? 走的是你的膝盖 而且这样呢,你的膝盖就会沉重 就练必伤膝盖 那么我们讲究的首先是松腰和膝盖没有关系 先学会松腰落胯 这时候的膝盖呢,是一个微躯的一个状态 咱们侧面看一下,更明显 贵区的话,走的是膝盖 区区的话,走的是松腰落胯 看明白了吗? 是不是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说我们首先先从这个权力上弄明白 松腰落胯区区,而不是说要跪区 正好呢,是相反的 通过一个松腰落胯区区 你这样去占庄,无论占什么庄 那么你呢,都是一个非常轻松的 不累的,达到了养生又健身的一个目的 松腰落胯和区区贵区的区别 你明白了吗?欢迎你评讯留言 关注我,带你学习太极拳装复公 公文发音类的学习内容